这是一只神奇的野猪 只要看见大叔在地里干活 小野猪就会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帮忙 不仅会用鼻子耕地 甚至还会用嘴巴割草 现在无论大叔走到哪里 小野猪都会像个根屁虫一样跟在身后 所以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呢 原来就在一个月以前 大叔在地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小野猪 于是大叔便把他带回家救助 为了帮助小野猪更好地恢复体力 大叔简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样宠爱 每天吃饱喝足后 大叔都会贴心地哄他入睡 到了深夜 大叔更是会抱着小野猪一起睡觉 就这样 小野猪也把大叔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一次家里的厨房着火时 小家伙并没有独自逃走 而是冒着生命危险 叫醒了还在午睡的老父亲 这才让大叔成功捡回了一条命 从那以后 小野猪变成了大叔的幸运星 而小家伙确实也给他带来了好运 之前大叔一直失业在家 但自从收养小野猪后 大叔竟奇迹般地找到了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 成功地解决了家里的经济困难 最后 大叔还精心地给小家伙 布置了一个温馨的家 希望小野猪能健康快乐